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学习了字路串的处理方式的一些回顾 对不对 和一些用下标来访问字路串 对吧 那这节课咱们再看一下字路串处理的一些细节 那比如说上节课咱学过了 用下标来访问一个字路串 对吧 咱记得它生命一个字路串 STR等于hello 是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可以用下标 STR 访问到里边几个字符 比如说2 对吧 那012 应该访问到谁 是不是L 对不对 来我们输出一下结果 看一下是不是L 是吧L 那既然可以访问能不能设置值呢 可以 比如说 WSTR 用综合号 2 等于 一个字符 有吗 比如W 对吧 那是不是 那是不是将原来的字符串改掉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N EWL 对不对 那现在妹子问你个问题 如果我负的不是一个W W 那现在这个结果会是什么 那首先看一下 是不是数组呢 如果我先这样看一下 现在好多人有可能答 就是这个是一个数组 的确是数组 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对不对 那你现在我们看 用微大 来看一下 这个$STR 如果我在这块声明的不是字符串 直接这么声明 那肯定是个数组 对吧 那数组里边内容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数组 里边有个握的 对不对 现在但是我前边 这个声明的是字符串 只要是字符串类型 字符串类型也支持中文号 所以得到类型不是什么 不是数组 如果是数组的话 你说这是一位数组 还是二位数组 还是数组里边有这个 怎么的 反正比较麻烦 对不对 所以这种写法记得前面先声明字符串 这是字符串的绑组格式 虽然这数字很难意思 不是数字 得到的内容 跟刚才负一个字符是一样的 H E W R O 长度数字符 看到了吗 所以不是字符串 不是数字符串 那我都说问题就来了 对 为什么我这块纸附上了一个纸 就是W把这个换了 对不对 而Word整个的其他的字符哪 就有 对吧 这个是有原因的 怎么 只要声明字符串 它在内存中是一段连续的空间 知道吧 比如说这个字符串长度是五个 它一看这个是五个字符 就相当于分配了五个房间 一个房间装一个字母 只能装下一个字母 对吧 当然了 你现在往这个房间里边 其中一个位置 它连续的五个房间 对不对 放了五个 相当于放了五个人 那你非得往里塞五个人的话 它塞不下 只能装下第一个人进去之后 就装满了 其他放不下的话 就自动舍掉了 听懂吧 所以是字符串的话 字符串每一个位置只能放一个字符 如果放一个字符串 去复制那一个词 其他就会舍掉 这个也是面试的时候经常出的一个题 对吧 所以好多人答的结果说 这是一个数组 我数组中有哈喽有卧的 对不对 那是不对的 对不对 既然是字符串 这是字符串的方式 得到结果还是字符串 听懂啊 这点别忘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数组的不是数字 字符串的另外一些细节 前段他说过了 在字符串中 在字符串中 咱们可以解析变量 对吧 对 但是呢 在前面咱们学字符串的时候 当学字符串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学数组 没有学对象 不知道 那数组和对象 在字符串中又怎么解析呢 就是数组和对象 在字符串中 怎么去解析 对吧 比如说我看一个例子 假如说 我生命一个 整形int等于100 这是一个吧 然后呢 我这会来一个字符串 1等于 我直接I口吧 是一样的 I口 假如随便一行A字符串 换行 两个P 对吧 我生命两个对不对 那在刷一号里面解析变量 单一号就不行 咱现在不是在讨论单一号刷一号的区别 对不对 而是要虽然解析变量 解析各种类型的变量 对吧 现在要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那比如说 现在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整形变量 对不对 那我在这里边 dlfint 是不是肯定是没问题的 嗯 你看一下 这是完全可以解析的 看一下 是不是里边100啊 对吧 那如果我这块是int 不是一个普通的吗 是一个属 里边 万下标 是100 来个 兔下标 是200 看到了吗 那如果我在这块 想解析这个变量的话 直接把id放在这块 它本人是一个数字 对不对 对吧 咱们这里边的一个数字 一堆往这放 是不合适的 那要么把数字连接 要么是数字中的一个元素 才能往这块放 对不对 如果现在直接放的话 你看一下 为什么呢 会是直接 有个什么 注意 然后里边 告诉你数字 对不对 而要把数字中一个元素 往里放 对不对 那通常咱放数字中的一个元素 看好了 变量当时直接这么加 对不对 对吧 如果咱们怕跟其他的连带一起 有问题 记不记得 前面说 用大块 隔开 对吧 然后里边 可以支持双眼号 也可以支持单眼号 不要认为说 外层双眼号的 里边双眼号不行 对不对 因为用大号隔开是有道理的 什么道理 用大号隔开 就相当于我们把字无串 单独提出来的一个连接 这样是一样的 你看 对 这俩形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连接 那本身这是独立的一部分 里边可不可以双眼号 外面双眼号 所以这是一回事 那么来 面行一下 没有注意了吧 是不是都是一板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再考虑问题 我不用大括号 不用大括号 对吧 那我里边也不用 中块 不用这个 这样可不可以解析 因为咱们前面学解析变量的时候 没学过数语 对不对 那这样可不可以呢 咱说了 一个变量如果遇到特殊字符 这个变量名字不就会断开 对不对 那特殊字符控号 控格是一个特殊字符 单眼号也是 什么斗号也是 对不对 对吧 下方线不是 对吧 那 记住了 因为变量中 数语也是变量 所以呢 数语 数语的中括号 数语的中括号 可以当成什么用 怎么的 它不算是变量的特殊字符 就是什么 所以程序会从这块一直 遇到中括号 因为也属于数语的一部分 也就属于变量的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它还会继续走 一直到这块结束 对吧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这样可不可以能 是不一模样 也能解写 对不对 原因就是什么 咱们字符串双两号解析变量能力非常强 对吧 它能识别出你这个是一个数据的访问 听懂吧 能识别是你数据的访问 那如果又说了 我要这么写行不行呢 加上大文号这么写行不行呢 这么写可不可以 也是一样可以的 但是就是前面刚说的那问题 什么呢 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它是一个长量玩呢 对不对 既然是一个长量 对不对 是不是要 它没有这个长量的时候 它就是转成字符串 对不对 那转成字符串的过程 是不是慢八倍 另外还怕冲突 比如说说什么冲突呢 假如说我这块 前面定义过这个长量 它是不是就不自动软了 长量的值比如说是兔 是不是定义过的长量 那这块这个外是不是就兔子 不算兔的下边是不是二百 所以现在冲突的话就会出现什么 是不是变这个值了 所以咱们说了 只要使用什么是字符串的地方 一架另一架带眼号或者双眼号 没有这意思吧 但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 因为这样的话就不存在它是长量的问题了 为什么不存在它是长量的问题 因为本身这里边是不是就是字符串 外层整体就是字符串 它会识别 听什么 所以在这里边这么用是可以的 能理这问题了 这里边最主要我要提的一点就是什么 双眼号里边可以识别数据 这种下标的格式 知道吗 但有一点别忘了 那有的说 对我这么访问行不行 这不行 这就出错了 出错在哪 因为单眼号刚才说了算是特殊字符号 所以变量名就变成 安替 综合号 直接断开 听什么 直接断开的话 安替综合号是合法的变量名了 不是 不是合法的变量名 所以这话就会出现什么东西了 出错 对吧 所以咱们用的时候 要么这里边什么都不加 对不对 当然最完美的办法 就是外层加个大块 然后里边就是数据的发布 这是咱们后边经常用到的形式 听懂吗 这是最合理的一种用法 所以其他的那种方式 都会在面试的时候提到 当你用的时候 选择一个最好应用的方法就行了 听懂吗 那我们再看来一下 那对象如何在字符串里访问呢 这刚才说的是数 对不对 那我看对象的访问 怎么比如说 DEMO一个类的 对吧 里边比如说我生命VR $1等于100 现在是不是对象 我现在$D等于6 DEMO 一个对象吗 在这里边 看一下我直接可以怎么直接访问 用大号手格看 这肯定没问题了 直接D什么 这里边的 1 对吧 这是没问题的 你看 是不是那100也有了 对吧 那如果去掉大号呢 那你这块断开 行不行咱们也断开一下吧 这就没问题了 你看 如果断开合适 我们来看一张 对象 是不是也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所以数组中的成员 咱们直接讨论 对象中的成员 咱们也应在这里边直接讨论 那对象中的成员 那对象中的成员和数组中的元素都属于变量的一部分 所以在双眼号里边意味着都可以解析 对了吗 但是最好的办法还是这样的 不管是自动创 除非你用点隔开对不对 不然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大号隔开 这样的话既清晰一懂 怎么的 又保证你不会受错 干嘛不这么用啊 对吧 我刚才说那些细节 大家要了解 以防面试的时候 别人给你出一道这样的题 给你N个选项 让你哪个说可以 哪个不可以 对不对 这样的话比较清楚 那在咱们这块 就给你列出来了 看 这里边各种反应情况 给你个数组 对不对 那看一下 这样的可不可以啊 可以对不对 对吧 不要在综合号中使用双眼号 否则会怎么办 再以眼号中结束 对不对 然后这样使用眼号 是不是就不能解析了 这样写是不是就正常的 可以解析的方法 这样也可以 但是注意它是个常量 看到了吗 对 对象的直接这么写可以 对不对 那直接这么写 是不是就不行了 他会把后边的也带上 对不对 所以这样那么加包包 是不是就可以解析了 对 这就是双眼号中 解析变量的一些细节 既然能学过速度和对象中通缘了 这也要再在这边解析 好吧 嗯 这就是我们 字符串的 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特性 好吧 当然特性呢 不光这么多 还需要大家平时看守事的时候 有一些咱们没讲到的也要注意得到 总之对于字符串来说 每一个细节都要知道 听懂吧 那字符串除了那些特点之外 咱们用字符串用最多的用什么 是不是分割插招匹配替换呢 对吧 而这些动作 你要在别的语言里边都得自己写函数处理 而在peerp里边怎么的 给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系统函数 那我们就有peerp中 给我们提供的系统函数来完成 对吧 有一些系统没提供的 我们在自己通过下标可以访问的每个字符了 那你什么样的功能也都可以写了 那下一开始 咱们来介绍一些数组中 不是字符串中常用的字符串处理函数 咱们常用的一个互换过都要了解一遍 对吧 当然如果你了解的话 后边的知识点你可以先跳过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扫描一下我的微信公众账号 好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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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